我 你 郭天晴 怎么办 开门开门开门 完了 电话都响了 你是不是不接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里面吗 快穿衣服啊 来 走开 怎么了 你不需要拍戏啊 全世界都在等你 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 秦姐 不想再演戏了 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快点 好了 好了 你别骂他 是我主动的 我要骂的是你啊 你给他多少钱啊 给 给什么 钱 没 没给多少了 行 我去问他 别别别 就就就就给了八十万 八十万 没有人像你那么蠢的 谁比你更傻呀 赶紧给他了断啊 为什么 贾一涵那个人 你不清楚吗 拿了钱他就去赌了 我说过多少遍了 他都不愿意改的 这部戏是公司 最后的投资了 看来啊 他也是快砸了 可是 他答应我 他再也不去赌了 这种屁话你也相信啊 赌的人能成功借赌吗 你见过吗 好啦念琴 你别生气了 我 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不行 没得商量 马上跟他了断 一次都不能再见面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公司的人 你就别再惦记了 真是给我丢脸的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自己没男人 你就要管我呀 我告诉你啊 我跟贾一涵 是正当的男女朋友 我们不是胡搞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搞 不像你 我怎么了 你 你不懂风情 我该你一辈子单身 老女人 女儿都觉得你是 鸭屁 别你倒这样说谎 行 我以后再也不做一个朋友了 好 你说的 绝交就绝交 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好你不要打电话给我 你不要打电话给我 你 再见 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里了 如果你倒是觉得他那个室友很不靠谱 可以马上带你走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他 你们很般配 是吗 你对这儿挺熟的 那当然 走吧 你好 黄舟哥 这是我的室友朱丽 很意外吧 你们认识啊 陈中舟 你不主动介绍一下他 好 那我来介绍 我是他的前任 他是你的现任 谁 我 我是他现任 朱丽 我们俩没有关系的 接着编